好 那这个台风目前看起来好像来势汹汹 就气象鼠所预估的路径呢 台风中心非常接近到北部的沿海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还不见得说台风中心会登陆 登陆的机会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呢从这个暴风圈从北台湾这边掠过 影响应该也还蛮大的 那有没有机会放到台风架呢 第一个跟台风的路径有关系 第二个跟台风的强度当然也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现在看一下的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大概通通都是在绿色的范围之内 空气品质算是相当好的 那另外呢气温方面才早上八点钟而已 外面的温度就蛮高了 马祖金门澎湖已经来到了30度上下了 台湾本岛这一带也是一样 大概来到30度左右 很多地方都已经来到了31度了 今天还是热 今天白天的降雨还不多 那入夜了以后可能东部这边 慢慢的就会有一点短暂震雨 那我们再来看看从地面图 看整个天气系统上面的变化 这一个巴比伦台风 未来是比较偏西北的方向 偏北的方向移动上去的 对台湾没有影响 后面的这一个呢 凯米台风过去移动的速度很慢 导引的气流很弱 一个小时大概动了六公里而已 但因为当动了慢 在海面上面不断吸收海水的热能 所以它的强度在过去几个小时都有在增强了 现在虽然它是一个轻度台风 不过应该很快的会来到中度台风的 那来到我们台湾附近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来到中度台风的中间值 或者街逼进到中度台风的上限 那要来到强烈台风 目前来看机会也是比较低 只不过没有排除的 那在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它会再稍微往西北的方向移动过来 速度慢了 有可能今天晚上它就变成了一个中度台风的 接着呢 要往北的方向移动上来了 礼拜三大概就会来到了琉球海面 可能差不多礼拜三的下午晚上 可能就来到这里了 礼拜四的晚上 有可能就来到了这一个北部海面 紧接着礼拜五就离开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距离台湾最近的应该是礼拜三礼拜四 那这个路径呢 气象局 气象署所报的路径是很贴近这一个北海岸 但是呢也有可能再稍微往东的方向调出去 一旦往东的方向再调出去 代表说离台湾比较远 当然影响程度就比较小 登陆的机会并没有完全的排除 只不过说机会比较低 但以气象署目前所报的这个路径来看的话 影响应该也是蛮大的 刚刚提到的强度 纵使没有来到强烈台风的话 应该也是到中度台风的中间 或者是它的中度台风的上限 那路径又很接近 所以对于北部啦 东北部这一带 甚至到花莲以北 影响应该都蛮大的 来到了这一个停班停课标准的机会 应该算是比较高的 如果现在的路径来看 当然如果再往东边调出去的话 这个机会就会降低了 那除了说北部 东北部这一带以外呢 我们看到当台风来到北部海面 这个时候呢 台风吹的风是西北风 所以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不止北部啦 东北部东部这边的风雨 就连中南部风雨恐怕也不小 因为毕竟到所有西北风吹进来 中南部是迎风面 所以中南部的风雨可能也不小 礼拜五虽然说台风离开了 但是后面还有西南风进来 目前来看是不到西南气流这么的强 但是西南风进来带来水气 所以中南部天气要稳定下来 可能没有那么快 这种一整天都有一点阵雨的 可能还要持续个两三天 那从卫星云土看看云层发展的状况 那目前台风在这边旋转的状况 相当的明显 慢慢的这个岩可能就要开始出现 代表它的强度会在增强 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在这边旋转 台风岩在这里在这边旋转 这个台风岩在这里可能慢慢的就会出现 那因为移动速度很慢 所以我们看到它移动的状况 并不是那么的明显的 不过云层越来越扎实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那外面的云层 现在距离台湾是比较远一点 所以白天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入夜了以后 可能北海岸东部这边 慢慢的就会有一点阵雨了 那当然到了明天 这个雨呢 北部东半部一阵一阵开始出现 中南部大概是明天晚上 阵雨也会开始增加的 那我们从雷达这边再来看一看 这些云层下雨的状况 当然现在台风外围的云层 零零星星 大部分都是在东部的外海 而且往台湾接近的过程当中 它有在减弱 所以对我们台湾目前来看 白天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今天白天大概就是南部这里 有一些午后的热对流 其他午后阵雨大概在三区 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 我们先来看一看 一期让属预估出来的降雨 这是今天的白天 三区的午后阵雨 接下来就是南部 三区午后阵雨 平地方面就是南部这边比较明显 入夜了以后呢 我们看到东北部北海岸这附近 甚至东部这里降雨开始增加 这个是今天晚上 到了明天白天呢 雨又更多了 一方面除了台风外围的云层 北部东部这边有短暂雨之外 再加上热力作用 中部三区南部的平地 这一带呢 差不多这个嘉义以南 下午后阵雨的机会跟着提高了 那到了礼拜二的晚上 明天晚上到礼拜三 降雨又增加了 特别是大台北啦 还有桃园的三区 东北部这一带 红色的一块在这边 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这边的雨势增加了 那我们看到中南部这边 虽然是晚上了 没有热对流了 但是这一个西北风吹下来 慢慢西北风会有吹下来的状况 这种雨势呢 也会有增强的情况 再来看一下未来 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状情形 那今天大概主要就是南部 有一点短暂雨 入夜了以后 东部开始有一些短暂震雨出现了 那明天台风外围的云层进来 各地区慢慢的都开始有一些震雨了 中南部比较晚 这种震雨比较明显 可能就明天晚上 那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 应该是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 带来的影响是最大的 那礼拜五台风离开了 但是西南风的影响 中南部这边的天气要稳定下来 没有那么快 一直到礼拜天 可能中南部这边 都会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 最明显的还是在礼拜三 礼拜四这两天的 所以如果打打台风假的话 可能有两天的机会 礼拜三跟礼拜四 再来看看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先来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那今天大部分都是晴道多云 云亮少阳光强 高温大概来到36度上下 气温都蛮热的 有一点下沉气流的感觉 另外在中部这边也是晴道多云 高温大概来到34 35度 南部地区台南跟平东 高雄跟平东 要注意有一点午后阵雨的 高温35 36度 在东半部来看的话 今天白天这个雨应该不会太明显 入夜了以后阵雨就会出现 在外岛的澎湖金门还有连江 大概都是晴道多云 接下来来看一下今天的紫外线指数 大家好我是苏彦沛 炎炎夏日记得多喝水 也要注意防晒哦 安美诺美白胸物霜关心你